零加三第一步走了,即是政府在国际通关 零加三已很大进步, 因为参加四变零加三其实都几大进步, 但零加三后可否令香港经济就这样 零加三后可复偿,很明显不可以, 现在商界似乎提出了两个比较清晰的方向和要求, 第一个要求是零加零,即是尽快去到零加零, 这个要求似乎政府未够胆做回应, 政府无说不行, 但叶楼淑仪是行政会议的召集人, 她用自己个人身份,不是用行政会议召集人身份, 她认为十月份有机会限到零加零, 即是由她给了一个表态,最少表态, 即是她都支持零加零,零加零和零加三有何分别, 即是如果现在大家很喜欢去外国旅行, 你自然要看到世界各地都已无限制, 零尽舍得香港是这麽多限制, 当然可能日本还要看一看的斟子, 但说你到地到部后, 它不会有任何隔离或任何限制措施, 香港如果零加三的话, 你到部后仍然不可以去表例处所, 不可以食肆, 变了别人来旅游的机会, 或者义欲很低, 不是代表无, 不是代表无, 但义欲低了, 譬如我今天经过, 即是早上送旅行来经过酒店, 我见到两个, 有两个女仔拿着行李下车入酒店, 即是说不是无, 是有但很少, 即是说怎样可以令到香港在市面, 包括因为带来一些外来游客, 而令到市面可以复苏, 凌加凌似乎是重要的, 好了, 第二个商界提出来都几强烈的, 就开始越来越多人讲了, 就是讲有关楼屎辣椒问题, 这一个不单止是疫情的问题, 这就是疫情混合整个外围, 包括了美国的加息, 又或者香港可能的色魔要出现, 整个外围经济差, 这些环境影响, 即是说如果香港要复苏, 其中一个工业, 或其中一个重要工业就是楼市, 楼市其实都不止是工业, 牵涉制造业, 牵涉建造业, 牵涉发展商, 发展商如果收入不行, 发展商自己做其他生意也会辣住辣住, 这一个就是讲楼市辣椒放宽, 包括施永青出来讲, 施永青比较中原地产老板, 也包括其他, 譬如刘梦宏留意到, 他最近不断在YouTube上讲要放宽楼市辣椒, 意思就是说, 如果香港政府现在不去救, 现在不去找些措施出来, 去稳定楼市, 包括放宽部分楼市辣椒的话, 跟着会出现个问题, 楼市一塌的话, 可能就会出现一个万劫不复的局面, 即是说控制不到, 现在楼市平均跌幅, 可能每大约三个月就跌5%, 如果说跌幅继续持续的话, 而跟着出现恐慌, 跟着可能不知因何原因出现恐慌, 可能因为失业率上升其他原因, 而出现恐慌的话, 楼市跌势加剧的话, 就会很难救得回, 如果楼市真的塌了的话, 对于香港政府收入, 对于所有发展商有关的工业或商业活动, 都会受影响, 香港会面对很大衰退的压力, 所以现在商界除了要零加零之外, 开始商界都讲, 很多人都提出不是全部商界, 就开始考虑放宽楼市辣椒, 因为楼市事实上跌, 也似乎一谈死水, 甚至在黄竹坑站有一个盘, 因为它推出来时价钱不够优惠, 是零成交, 这是很少见的, 这两方面似乎是商界对政府的一个要求, 张伊人言论讲垃圾, 黑衣讲的垃圾, 张伊人你见到他, 如果香港政府认为他可以成为 一个行政会议成员的话, 这个是侮辱了整个香港管理班子, 我不理香港管理班子本身已经归了哪, 都不理那麽多, 现在你如果作为行政会议成员, 作为立法议员, 理论上应该看香港整体利益, 用整体利益看这件事, 张伊人出来讲的话, 他基本上重点就是, 有一个人出来扮代表, 扮飲食业界代表, 而他说他自己才是飲食业界代表, 二十几年只此一家作为飲食业界代表, 这些废话就是废话, 如果张伊人有资格做行政会议成员, 这个真是全香港, 随便找一个人都应该做得好过他, 简单讲他作为行政会议成员, 作为立法议员, 本身应该对香港整体的利益应该负责, 现在讲凌加三的措施, 有一个业界人士都几受欢迎, 也几受业界欢迎, 出来讲他说凌加三, 他不是反对凌加三, 我听过他有份争取凌加三, 在凌加七时也有份争取, 在凌加三后, 他们讲出现在凌加三要面对的弊端, 弊端就是凌加三现在刺激了香港人外游, 即香港去旅行, 刺激香港人旅行有甚麽暗虑效果呢? 效果就是香港人会存钱去外国旅行时用, 享受或会松手, 因为那些是难以估计的开支, 在这情况下香港人本身有一团人, 尤其是年轻的浸是愿意花钱, 花钱比较愿意在零售业或饮食业上 使势使得比较好的人, 他可能有一部份会省起钱去外国旅行, 因为这样, 所以他对香港差饮零售都会产生负面影响, 凌加三时实际上无办法带到新的游客客员下来, 而本身香港有班消费人士, 他会将钱变相用在外国, 即是你除非又可以带到新的资金下来, 即是旅游人士,有人入境来香港旅游, 他可以花钱在香港食屎上, 如果无了这笔资金的话, 香港人有一班人将资金带到外国花, 便变相令到现在本身有些辛苦的参业零售业 八上加根, 王家鲁其实讲得都几有道理, 都几合逻辑, 这件事虽然未发生, 但这个警惕着香港政府, 香港政府在未来放宽措施想这因素, 是否尽快零加零呢? 就算数据上现在人来旅行, 多了人来旅行, 多了30%人去旅行, 就算数据上这样也好, 基数那麽小, 多30%也不是多人, 再加上这多30%人, 他头三日都不能够去处所, 不能够去食肥, 结果食肥, 尤其是参食肥是不会因为感受到优惠, 而来香港旅行的人, 一般停留都是两天, 即是说在三日这个限期内, 他根本来走的时候, 都未去到餐餐食肥去消费, 即是说他帮, 就算有游客来都帮不到, 放车都没有客来, 而且还放了那些香港人, 刺激那些香港人去外国旅行, 这一个就是讲法, 而张议仁就说他不同意, 他不同意都要讲原因, 你不同意都有原因和逻辑, 张议仁除非脑没有脑, 否则你都应该懂得如何反驳, 但他似乎主要讲法是自己才是 参临售界唯一一个, 二十多年来只此一家代表, 这一个看到他自私的一面, 看到他心胸狹窄的一面, 看到他行事处事, 或利用公共舆论时, 他根本一直只想巩固自己个人地位, 而根本不是关心整个香港社会, 或不是关心它代表的业界, 这些人令人发指。 但是是一个是你一个人的 所以他一定会来到, 这些人是必定的, 你怎么一样挑战, 因为復合自己的认为 你最终的战争, 你怎么会去哪里了, 你怎么会去哪里,